接下來跟大家介紹我們異鼎農場用的無花果特調配方圖 內容有哪些 這個黑色的部分主要是泥碳圖 泥碳圖是很好的有機質來源 非常天然 而且無菌 沒有壞菌 非常適合新苗的種植使用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白色的也白白的 這個是珍珠石 珍珠石呢是珍珠岩 天然礦石 去開採 提煉製作的 這個呢它質地非常的輕 重點我們加這個是為了增加它的透水性 所以可以看到市售比較好的培養圖啊 會標榜說它透水性比較佳的 都有這個白色的珍珠石的部分 就說增加它的透水性 那再來有一個黃黃的啊 除了這個顆粒黃黃的之外有這個片狀黃黃的 這是我們的粗糠 粗糠是年米之後的這個天然的產物 就是我們稻米 製作 看一下脫殼的那個殼 這個粗糠呢是很好的天然的磷 磷肥的來源 磷肥呢 可能大家有印象是說它對於開花結果非常的幫助 磷肥是主要的開花 跟花花芽 的這個 一個元素 非常重要的一個要素 再來說它對於開根 就說我們的新根 細根 主要吸收水分 養分來源的根 主要是靠這個磷肥 去做 發育 所以說我們這個小苗我們都會加這個粗糠 去幫助這個磷肥的吸收 再來有一點很重要是說因為磷肥 跟我們常聽到蛋磷甲肥其他肥料 蛋肥或甲肥不一樣 磷肥呢它不容易在 土 之間移動 意思是說 如果我在圖表施磷肥 它的下層 根系的部分 其實磷肥很難抵達到下面 因為磷肥很難在 土的 裡面移動 所以說我們最好施磷肥的情況就是說 均勻的 混合在土裡面 又說讓根 能夠結束到的地方 每一個地方 都有磷肥的存在 因為我們磷肥很 不容易就是 從後天 圖表 添加然後 抵達到短期 除非我們有像我們之後會介紹的液體有機肥 其他的方式去補足 那再來是說可以看到這個黃色的 一小粒的 這個就是這個 荷蘭製造的 歐洲的 肥料 奧綠肥 它是長效肥 長效肥意思就是說 加水 這個肥料 就會慢慢 跑出來 釋放出來 它一個磨一 磨一就是 就是在肥料 的外表 裹一層這個大豆 大豆的這個 皮 一個皮在外面 然後加水以後呢 它就慢慢 釋放出來 染生土裡面就有這個肥份 這是我們所謂的雞肥 基本的雞 就是說 可以幫助 植物在生長的過程 去做 快速的營養補充 一般我們會加這個生長肥 那我也有這個菌恆型的 就是說我們可以去做一個調配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可以去添加一些異神菌 比如說龍靈菌 剛剛有提到說 鱗肥很難在這個圖裡面去移動 那再來說它的有效性的問題 這有點健身啦 大家聽聽就好 就是說雞肥呢 它有時候會被其他的物質 比如說 鈣 或是鐵 去做一個結合固定 所以說雞肥呢 它有時候是往往沒有辦法被植物直接吸收的 我們就要 透過這個龍靈菌 這是一個異神菌 去把這個雞 溶解出來 讓植物可以吸收的方式 就是一個形態 去讓植物可以去利用 所以說 我們往往會添加這個龍靈菌 就是一個異神菌 那異神菌的好處是說 它可以避免土壤 的壞菌去 繁衍 意思就是說 在土壤這個環境中啊 好人特別多 好的細菌特別多 那壞的細菌就比較沒有生存的空間 就盡量讓那個位置留給好的細菌 所以說好的細菌呢 它也會去 幫助根系的發展 可以去增加土壤的這個好的特性 所以我們一般好的土會添加這些東西 其實啊 一般來講 這是我們 業界的秘密 就是其實我們比較不會去公開這樣子 我們 土的特調配方 講破的不值錢 那其實是我們 多年來 累積的經驗 不過沒關係就是 秉持一個分享的概念 因為現在種 五花果的人蠻多 也蠻多人詢問說 為什麼我們的排水星那麼好 保水星那麼好 為什麼我們的 鳥種出來的 植物會這麼漂亮 那麼健康 那就是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其實我們也不是很想要賣土啦 因為賣土其實蠻麻煩的 因為氣土也蠻容易取得的 主要是像這個泥碳土 或培養土都可以 那假設我發現它排水性不佳 或是 透水性不佳 那我就可以去 添加這兩個東西 去增加它的 排水性 和它的這個 肥份 那如果有需要這個的話也可以跟我們購買 珍珠石和這個 豬抗 和這個肥料 還有 農林菌 益生菌 有需要的話都可以到我們 異底農場的官方網站去購買 那也可以叫我們的LINE 來詢問 謝謝